我們這一區比較多這些塗鴉 不知為何,很奇怪 我們家裡樓下,全部都是這些塗鴉 屋主的樣子是稀皮士的 正常的,應該是他們居住的地方 前面有一間,好像破屋一樣 真的,爛了那麼久,沒有人製造 還說是貨售 找水來幫你買嗎? 爛得這麼可愛 我們在百明漢市中心 現在就看到百明漢的教堂 我們再走前面的Liu Suits Station 走商場,看看甚麼買 現在我們準備進入市中心 中心,然後就在Montsuit那邊 我們經這邊,就先進入Liu Suits Station 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來到英國,基本上都沒有試過落很大雨 好了,這個商場 這個,是Liu Suits Station 在商場旁邊,還有聖Martin的咖啡座 我們沿著商場,就去回貨車站 我們先進入這間商場 Bernning 先走走,有兩邊的,先看看是甚麼買 都很相似香港的商場 基本上,大品牌都有 這間商場也沒有見過 這間商場也沒有見過 接著還有快街 快街應該有多少地方遊 Body Shop 哥爾夫球Adventure 是不是遊玩? 室內哥爾夫球場 這間商場 這間商場的設計 又有點像東蔥東迴城 這就是哥爾夫球連達牆 這間商場至少不缺乏 先看看,街街街街 都會有地方 過來這裡生活 都應該可以和香港 預償 基本上香港有一個品牌 這裡都有 Super Dry 前面還有一間H&M 我們來體驗一下 這個 Golf Adventure 的地方 我們來看看 也不是貴的,是10磅 按燈 10磅左右 等人可以有機會試試 我們先來體驗一下環境 有點像我們以前有壹成的熱帶雨林山廳 都是有教練教你們去打 很多主題 亦是每一個洞 但是以熱帶雨林 以熱帶雨林為主題 去打這個洞 這裡有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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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簡直是熱帶雨林餐廳 可以來吃東西 和我外面有一成的熱帶雨林餐廳 可以先來吃點東西 等一會 未必立刻要打球 對 這裡的餐廳 真的有當年熱帶雨林餐廳的感覺 這間餐廳很不錯 值得推介 我們可以在這裡吃點東西 這個好像打jackpot的洞 這樣打進去 很過癮 可以讓小朋友來這裡放電 我想這裡也挺好玩 香港應該搞不到 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好 看看人家怎麼玩 嘩 嘩 好厲害 好厲害 這間餐廳真是很有氣氛 之後我們也有來真的玩過 之後就留意我們更新 好 我們剛才參觀完那個golf的旅遊 蠻好玩的 那個一定會來玩的 再看看商場後面 這裡有天幕的商場 對面有H&M 香港擁有品牌 還有BOOST BOOST就是這裡 好像萬寧那些 當時 反過來就有一個香港已經清了一盤 H&V 我不知道這裡是買盤還是怎樣 還是燒山的 不知道 這裡也有英國的 什麼呢 就是這個 英國Legostore 我們進去看看 這個就是我之前的版 聖誕節這些全部都有 進來呢 基本上很多香港人 哈哈哈哈 都正常的 差不多 原來是這麼大隻 這隻黑豹的半空象 Wakanda forever 初初也有想過問他拿 不過想不到怎樣裝燈 所以就沒想過怎樣拿版 九屋這裡1600元 香港已經900元有交易 王家瑪德里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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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完Nego出來 真的天有不差之風雲 哇 外面在下九屎 那 那 沒辦法了 今天就要在商場度過 如果再不停雨的話 看看 有些聖誕卡 好 我們就去對面 走完 走完 這個商場好像斬開一半 有兩棵 這裏 有兩棵 這裏 Burrking不是美國的 美國的 Burrking 哇 我最喜歡的東樓 這個應該是甜蠟 的 這個也搞笑 搞笑 前面呢 這個應該是一個 Food Court 在這裏 這裏就是一隻 有兩隻牛 紅豉 那這裏呢 他確實有壽司吃 又回轉壽司 這裏像這個 這裏像這個 真鮮 所以就 白明漢真鮮 坐在這裏吃 那不知什麼價錢呢 嘩 真是細見到 細見到有些過份 這個 嗯 不是糖食菜 這個賣掉的蛋糕 全部都是極度邪惡 我們那天去 那個 百貨公司 那個也是 嘩 這些Cupcake都很邪惡 Chip&Chick 的Cupcake 全部都是Halloween主題 的 的 牌子的 另外一個Food Court 呢 就有拉麵吃的 對 基本上呢 我們香港人口味的食材 都可以吃 拉麵 都可以吃 都是十多磅 亞灣 都是這些價錢 一百多元的拉麵 香港都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呢 我們呢 就來到這個 這個Mont Suite Suite 八明巷 轉過對面呢 就是這個 Pime Mark 就是這個 New Sweet Station 那 八明巷這間Pime Mark 就是全英國最大的Pime Mark 我們呢 來到這個 New Sweet Station 今天看到一個 F1賽車模擬器 好像是 好正啊 這個 嘩 你看到發發 那人應該發到暈了 是這個位了 之前呢 我記得 拍到這個位 車站出來 就看到一個教堂的東西 那這裏呢 就是這個 Bernham New Sweet Station 這一邊 我們剛才走過商場 Bernham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站在這個 整個八明巷最中心的地點了 那就是這個位置 那什麼都有 那 那 前面呢 有這間Metro Band 跟著呢 還有這一邊呢 這一邊呢 有一些聖誕市集 已經排了出來 這一個呢 剛才是拍過賽車模擬器的 他現在這邊 打開了駕駛倉 看看先 好正 那我們呢 就來到這個八明巷的 Niu Sweet 那就是這裏 那就是這裏 後面的這裏 轉一轉個鏡頭先 對了 這裏是Niu Sweet 好 那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我們的市中心位置了 那已經做了這個聖誕的半季了 那裏呢 準備聖誕市集了 那這裏呢 都幾有聖誕氣氛的 沿著這裏呢 磨出去 對 可以看到 好 我們可以繼續走 好 這裏呢 整個市集都應該很長 耶 Christmas Market 對呀 很長的 這個Christmas Market 這裏是Fanford Christmas Market 那就是德國 Fanford就是德國地方 那就是德國聖誕市集了 那就是德國聖誕市集了 但是百明漢呢 其中一間的戲院 這間呢 都聽其他人說 很便宜的 那好像5磅呢 就已經有交易了 我看到很新的戲了 那我看看 那如果之後在這裏生活的話呢 都幾經常過來看看戲的 因為都要有些娛樂的嘛 那這裏呢 就是百明漢的尼敦道 最主要的那條街道 來這裡的商場門口 那旁邊呢 就是這個很古式故鄉 很英式的Apple Store 那當然啦 買Apple的東西 在香港買了 真的 這個貴呀 有二十多隻 三十多個百分之不止 這裏就是Piccadilly 走完一輪我們找一間咖啡 就做個鬆餅 喝個茶 哇 久了很久 好累啊 來到這間咖啡廳 試試看 網上說這裏的鬆餅很棒 很鬆化 看見真的跟外面一樣 要試試看 好 我們走到老遠呢 就是為了這個Skone 傳統英式的Skone 我們呢 就離開了 那些食物 有這個All Day Breakfast 煙肉 腸仔 雙蛋 麵包 牽絲茄汁豆 還有這個Skone 很大塊石頭 好 接著還有一杯Latte 我們就試一試 好 那我們呢 喝完咖啡廳 就經過這個Skone Square 看到這個角色很漂亮 拍給大家看看 好 先轉一轉 嘩 對啦 嘩 多漂亮 好 那就看周圍的環境 真的環境呢 就是墳墳 有些墳墳 你看到 對啦 好 卡成 即是外國的公園 三次做麗絲頭婆 很快就變成麗絲了 你選這間建築很棒 Cree de Queen Armstrong 好像酒吧 這間酒吧 好 來到我們 另外一個景點 我們先去看看 進去之前 就看到這間酒吧 放酒吧 不知道是不是酒吧 放酒莊 裡面很漂亮 前面呢 就是百明巷的Catheter 好 那我們就過馬路 你過馬路 不要顧著看車 當然要看車 我要 我們進去這個百明巷的Catheter 我們就走了 咦 而這裏呢 就是Catheter 咦 而這裏呢 好 那我們去完Catheter 之後呢 就去這個 這個十二元店 這裏的攀嶺 攀嶺 攀嶺 攀嶺就是一磅 一磅的地方 看看 就是這裏 攀嶺 看看這裏 這裏 要進一進去 嘩 這裡一磅店 買了些Halloween的東西 嘩 這裡很划算 這麼大一大塊 那裏 那裏是窮人一聞 嘩 這裡的東西 真是便宜 正 嘩 眼鏡也是磅半的 哈哈 嘩 衣服也有 衣服也有十多磅 一件 那裏是窮人 好吧 可以的 嘩 五元這麼大 那裏是很划算的 好可愛呀 這個貓糧食 這個是骨貓 嘩 終於在這裏 英國的超級市場 可以不用省著 省著買東西 這些檔東西真的很便宜 嘩 全部都是一磅 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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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50p 那些 真是窮人欣賜 嘩 在這裏生活 買東西 就在這些超級市場 就對了 這些適合我 哈哈 煮東西吃適合我 嘩 倫敦實在太貴了 三個朱莉 真的 比香港便宜 一磅 一磅 還要一個 一磅 這個抵食 剛剛吃完那些 天時茄汁豆 這裡都有 可以做茄汁豆 我們又來買八明漢的馬沙 這間呢 比倫敦的那間 我們之前 還要大很多 這間馬沙 就比我想像中 就像一間超級市場 因為英國走了那麼久 都沒有一間 例如香港 例如City Super 又或者是八街 惠康 這些大型超級市場 這麼大的 這間來說 我覺得 都算是幾大的 好 走完超市 買了一些食物 我們就準備回去 完結今天的行程 總括來說 今天是我叫做 第一天全日 在八明漢走 感覺到八明漢 比我都覺得舒服 對 不差的 那 之後 明天呢 我們還會再走到八明漢其他地方 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 好啦 好啦 響啦 在一個這麼漂亮的環境下 砌LEGO 都真是 一件賞心樂事